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并持着职人精神 坚持酿造优质酱油 酱油食品公司 注重食品成分于每个制作环节 严格控管产品品质 定时检测酱油的糖度 盐度及酸减值 为消费者健康把关 并持续改良口感与风味 以健康美味的酱油来满足顾客的味蕾 台南被誉为台湾美食小吃的花园地 因此全台湾各地有许多道地的美食 多有我们酱油的影子 酱油食品公司 以其带有南台湾色彩 滋味甘甜的白铺油闻名 用黄豆经长时间日照曝晒 自然出汁而酿造的白铺酱油 味道细致纯粹 更被米其林二星餐厅主厨江振成 选为2019年秋季菜单指定佐料 也因其酱油为南部独有 更成为佳节喜庆中 令人爱不释手的伴手礼 我们是一个台南新化在地的老品牌 一厢油脂肪炎的台南老味道 因此得到台南市长的青睐 将其送给第一名模林志玲姐姐 当作嫁妆之一 曾为日治时期志愿兵的董事长郑登奇 在战后赴日工作 协助工厂配送酱油 积极进取的他 习得酿造干醇酱油的工法 返台后于民国47年建立家庭式酱油厂 在坪数不大的店铺内 总能看见堆叠如山的手工酱油 以及郑登奇笑容满面 情于公事的身影 唇齿流香的滋味 缔造了良好口碑 他为了满足客户需求 于民国76年 创建今日的酱油食品公司 董事长不服输的日本精神 让他决定从哪里跌倒 就从哪里爬起 成为一生学命的酱油职人 董事长凡事亲力亲为 脚踏实力的精神 让公司慢工出细佛 虽然脚步走得慢 但是走得稳 走得长久 持续传承下去 为了将传统酱油 醇厚的韵味更加远播 因而成立婚宴会馆 以自家精量的独门酱油 佐以在地食材 提供多样的珍修美传 让来往的游客于老涛 可细品以老字号酱油 问起的全心感动 郑登奇董事长 本一会会乡里社会 希望更多年轻人回乡服务 因此在2013年 以虎头皮风景区旁 设立了幸福风宴会馆 期盼提供给在地乡亲 以及各地游客品尝 美赚佳肴 以及购买各项酱油产品的 最适适空间 宽敞舒适的布局 与美食修缮 深受众多新人喜爱 让此处成为家偶 分享幸福喜悦的浪漫殿堂 而一般民众 亦可至会馆餐厅用膳 或选购酱油与农特产品 将美味带回自家享用 馆内也有多功能空间可供利用 是许多工商团体办理活动的优质选择 酱油制造属于传统产业 但年轻一代回到公司 运用创新的思维 期望共同帮助老品牌达到新的境界 将以更谦卑更努力的态度 多角化经营 将品牌有序传承 期待可以将这个台湾南部的好味道 分享到国际各地 为了满足逐渐扩大的市场需求 酱油食品公司持续扩充设备 坚持经典并与时俱进 在创新求变 以符合时代趋势的同时 亦坚持以古法研制酱油 用酱心醇酿的捐滴甘醇 继续带给顾客 舞动味蕾的美好滋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